好 其實人事間的能倫 有時候在醫院 真的是可以看到蠻多的 那這個樂樂醫師在醫院 有看到什麼嗎 對 像這種緊急聯誘人 在醫院是真的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一進來一定要問說 萬一你有什麼事情 因為隨時會發生問題 那在我們婦產課裡面 比較會遇到的 就是這種婚姻的關係 因為大部分緊急聯誘人 還是都是先生比較多 那像最近 最近有一個個案 他就是 他就來辦 他是要終止認證的 他已經到二十二週了 快 已經都已經很大了 我說你怎麼不知道你還 他說我不要啦 我說那 那你生第幾胎 第四胎了 才二十幾歲 二十 二十七 二十八歲而已 第四胎 他前面三個都男生 我說那那三個男生 他都在家裡 他顧 我說那你有沒有 你先生簽名 要同意才可以 他說我們離婚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都沒有責任感 對 那他才二十幾 他說小孩都丟給我顧 從第一胎到現在第四胎 那我說那你要想清楚就好 因為他就是困擾是這樣 那直到本來是上個禮拜要 上個禮拜要住院 然後就一直改來改去 就說這我不行 就一直弄 因為他找不到人 然後 他要死的孩子 對 然後後來就是 總算最近住院了 因為他開始要營產 那在住院的過 住院來一定也要辦 然後他就說那你要下去辦住院 你有沒有家人 然後我說那因為我們在講護理師 他不曉得看紀錄嘛 看他紀錄上面緊急聯絡 還是他先生 因為他沒有改 因為醫院不會那麼快去更新這些資料 因為他離婚也是在最近的事情 他說你叫你老公下去 他說我現在已經離婚 我哪有老公 對 然後那我就說那你有沒有人能幫你 沒有 我現在就一個人 那我說那那怎麼辦 他就說那那我們請我們的社工 志工 志工媽媽幫你辦住院 他說好啊 反正能辦住院就好了 那我說那你吃飯總要 對啊 人家要送餐 他說那你們醫院能不能叫 要不然我沒有人 我就這樣 我家裡還有三個 為了搞定這三個 找人過 已經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真的 對 然後我說那你要不然 他你們可不可以叫Uber Eater送進來 我說那應該是可以啦 就是要去哪兒而已 那他說好 那我就用這種方式 對 所以他那個緊急聯絡 他就就沒有辦法去 所以他自己辦住院 自己辦住院 自己自己做所有的事情 處理 餐的事情 對 然後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沒有辦法去處理 他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重案 直接反映到說 他爸媽可能對這段婚姻 也不是很OK 就是他是一個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 對 他這就是一個很很 他也有家裡有父母 你去七八月而已 對啊 怎麼問他 就說沒有 就我一個人 然後說你覺得 沒有人在現在 就沒有 你怎麼問他就是 沒有朋友 大概大家都不敢靠近 我說那你在做什麼工作 養這個小 養這三個 我做沒假的 那你就看他這種工作 不是 他是有一個 沒一個 就這樣子 所以他生活狀況 說真的不是很理想 對 那你 這個是已經離婚了 你有看過那種有配偶的 那配偶都沒有出現的嗎 當然也會有遇到 在疫情期間最常遇到 疫情的沒辦法 有時候真的 對 因為他人在海外回不來 或者是不能進去陪 對對對 就不行的 那有隔離 對 隔離的是最多 他今天就回不來 就回不來 就國外不准進來 飛機根本就不飛了 這是一種 那還有一種就是 他從頭到尾在生的過程當中 他先生都沒有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先生怎麼都沒有出現 他說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反正他就是愛來不來 這樣子 那我說你這樣生產 不是很辛苦嗎 他就說 不管他了 反正就是這樣 對啊 甚至也有遇過那種 他跟他先生 本來說產檢好好的 到二十八週 他就突然目瞞一下 可不可以終止 我說二十八 二十八週 都要終止 終止什麼 而且我昨天 我說不可能 這種事情會回復 他說我跟我先生吵架 對 我要離婚 對 他之後就順便 就把小孩子 我說不行 這不行 然後我這種 這種在富蘭科裡面 蠻常 蠻常遇到的 對 那曾經也有遇過 別玩那個 剛才我七個月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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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恐怖了 小孩都可以生下來了 對 那不可以的 我們不能做這種事 那你會在產婦還是病患 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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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都送你報 大部分都還是先生 對 不然就是那個產婦的媽媽 比較多 對 大部分都是這樣 婆婆呢 對 婆婆比較少 婆婆來可能病情會嚴重 這句話好像 媽媽啦 對 那也有遇過那種 這是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有情有義 我們也有遇過一個 就是他是在 正好就在過年前 農曆年前 那個我們看起來像夫妻 兩個在一起 然後因為早產要安胎 然後一路安安都沒事 然後那個男生真的是每天都來 因為他還要上班 然後包含年夜飯 他還準備買什麼什麼東西 全部都來 然後最後可能安到安不住了 安不住就要緊急剖婦產 當然那時候也三十幾週 也算是早產的 結果開刀 寶寶出來早產都沒事 結果開完刀 送回到恢復室的時候 產婦大出血 又再推回到開刀房 再去看是不是子宮收縮不好 那時候那個女生大概四十多歲 哇 年紀大了 對 他大概就這次機會了 我們自己在想 可是止不住 子宮可能要拿掉 否則他命就沒了 因為怎麼縫 他就是一直流 一直流 子宮就軟趴趴趴的 就沒辦法 好 要找先生了 就出於 因為那個先生 在我們安胎很久 所以很好的就他 你沒有去想那麼多 你那怪怪 你簽同意出來 我們就跟他解釋病情 這樣 說你老婆現在全身麻醉的 不可能怎樣 對 然後簽名的時候才發現 隔壁的叔叔 不是 他都沒有結婚 他沒結 他是男朋友 對 慘了 他不能簽名 為什麼 不行啊 他沒有任何關係 是我的啊 小孩子是他的 沒錯 證明 沒有辦法證明 這麼緊急也不行 不行啊 那麻煩了 路上搭一個人不是一樣 可是我是說這樣性命垂危 對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你不是 對啊 對啊 那他還在流血 對啊 很緊急啊 對啊 我說那你看 能不能趕快聯絡他的其他 爸媽什麼事 他說他是南部人耶 沒辦法上來 後來就是聯絡他 那還有沒有什麼情意 他說他姐姐 我說好 那你趕快Call他過來 然後他就說 我們盡量Call 他就不 我說他可不可以 他一直說他可不可以簽 我說不行 這不行 這現在這樣一直流 子宮一定要拿掉 你不弄 我們也不能做 那就不斷地書寫 不斷地壓 等他姐姐來 他一個小時 他姐姐總算來了 好告訴我 對 來潛 他這樣在那邊等 對啊 所以有這種緊急聯絡人 沒有去注意到 那在那裡 老公母感情好壞 你們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對啊 你看他買東西 因為他躺著不能動 拔屎把尿 不准下床 安胎 對啊 你看就是夫妻 結果沒想到兩個沒有結婚 不是 我是說夫妻感情 好不好看得出來 其實看得出來 怎麼看 你看他跟他老婆的互動 對 如果那個老公 常常坐在那邊 一直玩手機都不管 他老婆哀成這樣 那就大概想起一個大和睦 能來陪